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三个其实也是常用词 一个日 一个下 一个刚 就是提刚的刚 从这三个词咱们思考一下 就是它这个词 咱们现在讲的是词的本意和隐身意 那么它的本意和隐身意之间 大家思考一下它有什么关系 从这三个例子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词它的隐身意 它隐身出的意思 这种隐身并不是杂乱无章的 而是有规律可循的 什么规律 就是词意的发展的规律 这大家可以记一下 就是词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发展 发展出其他意思 这个中心就是词的本意 这是第一点 这是规律 就是词呢 它在隐身的时候 它总是围绕着一个中心来隐身发展的 这个中心就是词的本意 就是它最原始的意思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 从刚才这三个词 咱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 也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规律来 词的本意 一般都是比较具体的事物 或者是行为 而隐身意 一般是比较抽象 或者完全是抽象的含义 那么我们区分词的本意 隐身意有什么好处 掌握了词的本意 就像是抓住了一个词的刚 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刚举目章 你现在抓住了这个刚 这样你这一提这个刚 这个网牙 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纷繁的很多的词译 一个词有好多意思 有十几个意思 甚至二十多个意思 这样呢 它就可以变得简单 而且有系统 就是你可以找到它发展的一个线索 有些一般的词那是一个线索 有些词甚至两三个线索 这样你理清楚 它这个一个线索 或者是两三个线索 那这就很有好处 第一个好处就是便于记忆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 这个日子 它本身是太阳 然后从这里边 你想太阳都是白天的 所以它引伸出白天的意思 从白天的意思 又引伸出每天的意思 那么是从 太阳是很具体的 白天 这也就有点抽象了 白天 这自然界里并没有白天这么一个东西 但是你能看见这是白天 每天就更没有了 自然界里没有每天这么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抽象的 所以它是总是从具体的到 比较具体的到抽象的 这样呢 你理清它这个线索 你记起来就很好记 而且是记得容易 这个忘得比较慢 一忘就很缓慢 这是一个记忆的很好方法 就是所谓理解记忆 所以这个第二个好处呢 也就是加深 对这个一个词的各种词意的理解 这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咱们的经常 有很多同学呢 他羡慕 我也说过这个问题 他羡慕这个港台的一些作家 那边金庸 什么三毛 琼瑶 他们写的小说 你看在大众上很受欢迎 除了他这个内容之外 他的这个语言非常优美 非常准确 非常精烈 他们的语言 为什么能有这些特点 优美准确精烈 为什么有这三个特点 就是因为他们的古汉语基础非常 所以这个学习古汉语 对咱们这个 这个基本素质来说 是非常好的 那么 这种方法呢 实际上呢 我在讲课之中呢 已经运用在我的讲课的 贯穿在我的讲课里 就是咱们讲的参用词 都是利用这个本意和隐身意 这之间的关系 把一个词的本意 先给你列出来 然后下边隐身意 我讲的时候 也特别注重 给大家理清 这里边的隐身的关系 它的发展的脉络线索 这样咱们记起来的话 就很好记的 我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就讲过 大学和中学 讲课的这个方 讲课的不一样 大学教学和中学教学的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不同 不但在于大学的这个知识 说深度加深的 这当然一个方面 更主要的 我觉得是大学更注重于 向大家传授 这个学习的方法 掌握知识的方法 像这个词语的本意和隐身意 咱们学古汉语 这个把长语词作为重点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学习古汉语的方法 有了这些方法 这些也可以说 是学习古汉语的窍门 有了这些方法 有了这些窍门 咱们就可以 事半而估背 下面再讲一下 古今词语的变化 就是很多词呢 在古代和今代 和今天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你比如刚才讲的牛 古代是牛 现在也还是牛 当然古代牛和现代牛 它有细微的差别 但是咱们不作为研究动物的话 也就可以忽略了 像日 它表示太阳 古代表示太阳 现在还是表示太阳 当然那太阳也是 经过三千年 它也不是原来那太阳 但是对于咱们来说 它变化也不是太大 咱们可以忽略不计 像这些词 可以说它词意没有什么变化 比如人 男女 这些 古代是男人 现在还是男人 古代是女人 现在还是女人 是吧 那么这些词呢 咱们不用太多的这个什么 注意 然而呢 就是说古汉语里边的词啊 和现代汉语里词 不一样的 有变化呢 是多数 没变化的少数 所以呢 这个变化 就值得咱们注意了 这种变化呢 我要把它分为两类 第一类呢 是词意有明显差别的 就是变化很大 古代词和现代词 变化差别很大 你比如说啊 这个咱们看这么一个句子 这个商经书 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一兔走 百人诛之 这个可能咱们大家知道 这个走字 古汉有点走 相当于现代汉有点跑 那么这个甲骨文的字形 它也是人跑的形状 它这个跑字啊 它这个在甲骨文里边 就是一个人形 好像这个姿势似的 是吧 跑跑就在这个姿势 然后底下是那个 一个指字 脚直的那个指 就是咱们是现在指柱的 那个指 其实最早的脚趾的指 就底下一个脚直套 一只脚啊 上边一个 就是这人跑的这个姿势 啊 所以一看这个字就是跑 啊 那么 它在凯书里写成走字 啊 你看不出是跑的形状 啊 这个呢 就是变化比较大 这个咱们一般同学都知道 啊 第二句子可能 有同学就不一定知道了 啊 叫 这是从这个 春秋 公羊传 里边摘出一句话 爱公十四年 啊 叫 反妹 赤面 替毡 啊 这个 妹 啊 就是 现在说那个连妹表演 啊 连妹表演 不知道大家明不不明 这个连妹是什么意思 啊 这个妹 大家看他的布首呢 是一个 衣服 所以这个字肯定是跟衣服有关系 他是衣服上面的一个布架 啊 就是 衣服袖子 啊 反妹 所以连妹呢 就是这个这个袖子都连着啊 就是表示很亲密的意思 啊 那么 这个反 啊 是翻过来的意思 啊 这个反是翻过来的 啊 把 这个衣服袖子翻过来 擦 擦 赤面 就擦自己的脸 为什么要擦脸呢 T粘袍 关键是T子 啊 这个T 在现在含有里边是 是鼻涕啊 那你这 一个袍子都沾满了鼻涕 这这这很恶心 哈哈 实际情况 这也不是这 这不是这意思啊 这个T在这是 眼泪的意思 啊 这和现在含有就很不一样了 啊 这反也不一样 啊 反面不是说把这 这这这这整个反过来 而是翻过来 啊 这T字 大家注意 这个古汉语理 它是眼泪的意思 啊 所以你看成语叫T类横流 啊 T类横流 不是说鼻涕眼泪横流 它还是都是都是眼泪 啊 这咱们现在理解的T类横流 很容易理解成鼻涕眼泪 一把鼻涕一把泪 啊 它其实本来不是这个意思 啊 所以这这这些字需要注意 啊 那么 咱们再看一个 啊 那句子 若舍正以为东道主 行李之往来 供其伐困 均亦无所害 这里边啊 这好几个字都都比较容易发生误解 舍正以为东道主 啊 这个舍呢 是咱们讲过这个T类横流 就是比较原始的意思 就是放在一边 啊 那么在这儿呢 是赦免的意思啊 其实也是把他放在一边 就是不管他了啊 本来是要要要要要给他治罪 现在把他放在一边了啊 所以从放在一边引申出赦免的意思啊 赦免正国 以他以为东道主 以他东道主 就是东方道路上的主人 啊 咱们现在成了一个专用词了 东道主啊 就是主人的意思了 啊 让他做 啊 东路上的主人 啊 关键是下边这词呢 就更容易误解了 行李之往来 啊 咱们现在说行李 啊 那都是铺块卷 是吧 捆一个铺块卷 啊 说我背着行李上火车了 啊 这个行李 指的是外交使节 啊 所以和现在还差别太大了 啊 他不是不是行李卷 啊 而是指外交使节 啊 使者 使者的往来 他就说呢 让那正国作为东道主 对这些往来的使者呢 供其罚困 这个供字 啊 是通 供应的那个供 供应他们的 他困 啊 他们的这个 这个 啊 各方面的需求 啊 吃喝 睡觉 啊 均一无所害 啊 所以这个行李 这两字 就是和现代汉语 就是完全不一样 啊 再看一个句子 叫民主偷必死 你看 这这很不容易理解 啊 你要现代汉语理解 是什么意思 偷 咱们一看这偷字 那叫偷东西啊 他这都不得 啊 你看现在汉语理解的话 就完全不对 这个偷 是苟且不严肃的意思 苟且 啊 咱们说苟且 偷生 啊 就这意思 这个 民主也不是democracy 啊 是百姓的主人 人民的主人 百姓的主人 啊 毫无远虑 啊 这个偷呢 苟且 啊 在这儿呢 可以活以为 毫无远虑啊 其实如果没有远虑的话 啊 那么 必然很快就 死亡 啊 这也是左传 文工十七年里边的 句子 啊 再看一句 啊 所以这偷字 你还可以和现在这个 就偷东西偷 那完全不一样 是苟且偷生的 那个偷的意思 啊 所以 这个咱们前 前几节课就说过 这成语里边 啊 它往往包含了 啊 就是 两千多年以前 甚至三千年前的 它这个字的含义 它是 语言的里边的活化石 语言里边的大群帽 啊 它活化石 它能够 从里边你能够看到 它在两千年前 甚至三千年前 它的意思 而 语法结构也是啊 为利是图 啊 为你是问 啊 从这个 可以看得出来 你是从这个成语 你可以理解 啊 左传里边 大量出现的 这个为师结构 啊 第五个句子 啊 这句子 也很有意思 先主赴领一周末 官与张飞 马超 为爪牙 啊 这先主是谁啊 是吧 就是刘备 啊 赴领一周末 啊 他就当了一周末了 啊 官与张飞 马超 为爪牙 啊 你要现在还以理解的话 爪牙 啊 那不是好东西 啊 是走狗 啊 但是呢 这个地方的爪牙 它的本意是武臣 啊 武将 啊 他并没有丝毫的贬义 啊 所以 咱们在学习古汉语的时候 一定要掌握这些 啊 词语的这个 发生 很大变化的词 啊 啊 而更容易发生错误的是那些词语用微小变化的词 啊 那么 这个 细微差别 啊 这一类词呢 你就 很容易发生错误 啊 很容易发生错误 啊 因为第一类词 你一看 这意思 它不对的 你比如行李直往来啊 他扑个脚 他怎么能够在路上 你才会走啊 啊 那你就会产生怀疑 你就会去查字典 有可能去查字典 但是第二 第二种呢 你 按你的理解也 也也说得过去 但实际上不对 所以这第二种 第二类词呢 我把它归结为 就是说 词语有细微差别的词 啊 这一类词 更值得咱们警惕 这一类词啊 你这课容易发生错误 你比如说上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叫王返于积子 啊 王是指周武王 啊 武王激发 姬子 这个是商代的贵族 这个商代王的叔叔 啊 王激发去拜访他 刚才你看 我说也说 现在还有了 访于这个姬子啊 这就说 现在还有你 很容易理解为访问 啊 这其实 其实错了 啊 但是你不容易发现 他的错 啊 你要说访问也挺挺对的 但他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是征求意见 啊 征求意见 哎 所以这个呢是有细微差别的 啊 这个这个差别还不算太细微了 啊 但是呢 就说你按照访问 来理解的话 他也 好像也能说得过去 所以这种词呢 更值得咱们警惕 啊 第二句呢 又是左传里边 啊 成功十四年 啊 成恶而劝善 这个劝字 咱们按现代汉语理解 那就是劝说 啊 那就是劝说的行善了 啊 那就错了 所以你按劝说理解呢 好像也能说得过去 啊 劝说他行善 这也挺对 惩罚 恶的 啊 但是他不是那个意思 啊 他是鼓励 所以咱们在学历史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叫 劝客农丧 啊 这个劝 就不是劝说你去种地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鼓励 啊 鼓励你去从事农丧 啊 陈胜向极传 啊 里边 吴尔汉够我头千金 啊 我听说汉朝啊 要买我的头 千金 用千金来 哎 这够 是购买的买啊 所以你一看很很很容易理解成购买 但实际上不是 那你按购买理解好像也能说得通 啊 用千金来买我的头 但在这儿呢 是 悬赏搜求的意思 悬赏抓 抓 捉拿 所以这个呢 又是不一样 啊 他有细 比较 比较细微的差 不像刚才咱们讲那种 他差别 完全不一样 他这个很接近 啊 近义词 这种更容易错 啊 从上面这三个例句呢 咱们就看得出来 啊 就是这种词 啊 咱们就得特别警惕 啊 不能够 让他这个 使咱们 对古汉语呢 产生 误解 啊 实际上比较产生 容易产生误解呢 啊 也就是这些词 啊 那么 下面呢 咱们再讲一些啊 就是 再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就是说和 和现在这个 意思不一样的 一些字 啊 啊 而这些字呢 是在 古汉语里经常出现 啊 再说几个例子 啊 比如孟子 藤雯公下 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啊 水游地中行 江淮和汉 是也 啊 就是这个 古汉语里边 凡是说到江 那他都是特指 就是长江 说河 那就是黄河 啊 如果他不特指 不说明什么什么河 啊 因为古汉语里边 这个河 啊 古代 一般把河都叫水 啊 现在咱们还叫什么汉水啊 什么 但是长江 珠江 什么咱们都叫江 所以大家看 咱们大家想一下啊 就是说咱们学过水经柱 但是你想过没想过 水经柱是说什么的 啊 水经柱是柱这个水经的 水经是关于水的经 这个水字就是河 其实是河经柱 啊 甚至是江河经柱 啊 但是在古汉 在古古代都一贯一概把它称为水 啊 大部分的河都给称为水 啊 啊 上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 九族寄木 平章百姓 百姓 这个咱们好像在咱课文那边也遇到过 这个百姓 在这不是咱们现在说的老百姓 而是百官的意思 所以这个百姓在战国以前 是对贵族的总称 为什么呢 因为战国以前只有贵族才有姓 一般的人 只有名字 所以秦始皇兵马俑 啊 现在这个仔细研究啊 发现秦始皇兵马俑呢 他在这个某一个不容易发现的部位啊 他刻有汉字 啊 后来经过研究呢 这汉字就应该是 这个作有的人的 他的名字 当然呢 现在看到呢 在这个衣服上只有一个字 没有姓 啊 所以最早 这个战国以前 啊 这个只有贵族才有姓 一般的人就只有名 啊 这从那个 这个 啊 你看 那个 那已经是秦朝了 啊 他还延期这个习惯 啊 战国以后呢 才逐渐的 一般的人有姓 啊 当然有些人还是没姓 啊 所以可能是到了汉代 才是一般的人都有姓 啊 所以这个百姓啊 要注意 如果你看到先秦的 那么这百姓你就要 你就要 讲了 这百姓不是现在说的老百姓啊 而是百官的意思 下边这句话呢 咱们说过 这个呢是墨子里边的话 古者人之始生 未有公事之时 因灵秋枯血而出焉 关键是公事 啊 这个公字 咱们说过 它就是 秦 以前 先秦 就指一般的房子 一般人住的房子就叫公 公字呢 它就是一个 这也是 就是家国那边一盘一纳 就是像一个房顶一样 啊 然后两树 像一房子 这就是公的家国那种字型 啊 一个房子来穿房 这很像小孩画的房子 啊 所以这公的本意 它就是房子 后来呢 才有这个 才成为这个贵族啊 这个 皇上大臣啊 他们 皇后啊 他们住的地方 才叫宫 宫殿啊 Paris 这个意思是 后起的 啊 再看一个字 啊 这个字就更常见了 孔子以其兄之子 弃之 啊 这个这个弃子的弃 在这边弃第四声 啊 就是 嫁给他 注意 其实这注意的是这个 以其兄之子 弃之 啊 嫁给他 那么这个子字 在甲骨文里边啊 它字形非常非常有意思 啊 就是一个圆圈 啊 这是小孩的脑袋 啊 然后底下呢 是一个接近十字的东西 这个子字的 这很有意思 这字心 通过咱们讲的这些例句 啊 那这些词语呢 都是有些呢 是有明显的变化 有些是细微的变化 啊 但是这些变化 都是咱们读武汉语的时候 必须特别注意的 啊 所以咱们把它提出来 专门给大家讲 希望引起大家的充分注意 啊 当然随着咱们 这个学习的深入啊 咱们对这些词呢 也就 都会遇到 啊 遇到的时候 我也会特别的指出 啊 所以你在学习古汉语的时候 那就要 脑子里要多一根弦 啊 就要考虑 这个字是不是 和现代汉语 是不是一个意思 啊 它很可能不是一个意思 啊 那你怎么知道 它到底是不是呢 那就要查工具术 就是咱们说的词源啊 汉语大词典啊 等等 啊 好 咱们这节课就先讲到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